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和回击 对于两岸问题 坦克菲表示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任何养人鼻息 咸阳自重 阻挠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图谋 终将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据环球网报道 10月中旬 台军指挥官徐远璞被曝偷偷访美 还拜会美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 对于巡演不偷偷访美的行径 岛内民众表示非常不屑 不过也有岛内民众担心 美军这次会不会又让台军买二手武器 台网友抱怨到又要讨论买哪些破铜烂铁 除了偷派官员访美 蔡英文当局近日还公开玩火 公然宣布美军驻扎在台湾 参与训练台军 环球网瑞评指出 蔡英文之流很清楚 与美军勾连是在饮阵止渴 却歇斯底里地喝下一杯又一杯毒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